難得穿上紅色的西裝外套 紅色上衣一身喜氣洋洋 台中市長盧秀燕 帶領市府團隊 今年上午開工團拜 不過針對時事話題 台唐的瘦肉精事件 台中市府的食安處 在過年前檢驗出 台唐梅花肉片 含禁用瘦肉精西部特羅 現在瘦肉精一案 也成為新國會的第一站 因為立院國民黨團 將要求成見人 專案報告 對此盧秀燕也有回應 基本上我們尊重立法院的職權 因為我們就是把台中市政做好 至於立法院的職權 我們予以尊重 另外台中市的檢驗的人力 能量跟器材 我們配置比別人多 所以我們一年的檢驗的 以一個城市的檢驗量來講 可能是其他城市的好幾倍 總而言之 我們一定要發揮強大的食安維護的功能 台唐的瘦肉精一案 現在將成為新國會的第一站 盧秀燕沒有多談 只說尊重 不過話風一轉又再次強調 替台中市府的食安處的檢驗人員掛保證